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影子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第七史詩5月2號禮拜四的更新資訊 那這一次呢沒有出任何的新角色 所以預計應該Deezy或者是Eno會在下禮拜的更新會出 這次的第一個更新就是支線故事的第二章 梅宣的故事開啟啦 那跟上一次的索爾故事一樣裡面總共有八關 然後第八關呢是可以選擇難度的 也就是第八關就是一個王關 然後這次可以打得到破裂的唱片碎片 另外還可以打到授權者的硬幣 這個授權者的硬幣呢是拿來打錦標賽所使用的 這邊有講到說必須使用在梅宣的故事中獲得的授權者的硬幣 才可以參加錦標賽 那錦標賽裡面就是我們要跟電腦的隊伍戰鬥 有點像競技場的電腦隊伍一樣 然後呢會越打越難 敵方電腦的難度會越來越提升 但是他這邊有寫 若在決鬥中失敗的時候呢 將不會消耗入場時所需要的授權者的硬幣 而且可以再次進行挑戰 所以玩家其實可以一直用不同的隊伍去挑戰敵人 然後挑戰輸了也不會有任何的懲罰 而且可以重複一直挑戰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棒 那在打電腦之前呢 可以看到這次打贏這個電腦的時候會拿到的獎勵 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打完了之後就會拿到獎勵 那每一個難度的電腦獎勵應該都不太一樣 越難了當然獎勵是越豐富啦 那這邊沒有寫說最難的會拿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要等開服之後我們才看得到 再來第二點開了新的挑戰啊 這個挑戰裡面呢 我們可以打到一個新的四星神器 然後挑戰裡面的王就是梅宣跟索爾兩隻 要先打梅宣再來要打索爾 那打完就有機會獲得這個神器 機率一樣普通等級是3% 上級是7% 地獄級是20% 然後沒有開戀獄級 那這個四星的新神器 救援者們的畫像呢 他的能力值在等級最大的時候是 目標的生命力為一半以上的時候 傷害量增加20% 這個只是比三星的雙刀神器再強一點點 沒有限制任何的職業 所以任何角色都可以用 這個神器還不錯啦 我覺得應該要刷到兩個max等級的神器會比較好 因為這種神器呢 在某一些角色其實特別好用 尤其是競技場在給目次用啊 或者是在給光修理用啊 所有造成的傷害都加20% 這個對某一些角色其實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把這個神器打個兩張 可以提升到max等級之後再停 另外在新的挑戰裡面成就 打雲地獄級難度可以拿到一個金光傳承石 這個還不錯 那再來其他改善級錯誤修正事項裡面呢 他這邊有寫這些英雄的關係圖會做變更 然後在下面這邊 梅宣的技能連度三圖 工具提示的文具已經修改 但實際效果並無變更 他唯一修改的就是變成 其中一個出血效果會無視抗性 那這隻角色剛出的時候呢 其實本來他們是沒有這一個屬性的 但是我們抽到這隻角色使用的時候 其中一個出血是會無視敵方效果抗性 那官方就乾脆將錯就錯 所以就把這個加進來了 但實際效果並沒有任何變更啦 就是跟以前用的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之前活動的神器 四星神器燦爛的永恆呢 工具的原文已經變更 功能上也沒有變更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就是 這個神器在攻擊敵方全體的時候 如果目標為精英首領怪的時候 傷害量會增加50% 這個是法師的神器 那本來是沒有寫這個目標為 所以大家可能會搞混 就是他本來寫的不清楚 他現在只是改了 文字敘述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效果並沒有任何改變 這個也比較不是很重要 那其他下面這邊就是 有一些小的bug糾正了 這些東西呢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我在這個影片 註解裡面所放上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再來挑戰哥布林又回來了啊 所以我們每天又可以打他一次 就多拿一些金幣 打完說可以獲得五萬金幣 不過大家要記得 在我們帳號如果有吃到工會buff的時候 就是工會會幫我們加 打所有關卡獲得金幣多加10%嘛 如果有在這個狀態下 打這一關的話呢 這個金幣會再多加10% 所以 大家盡量在就是 有工會buff的時候 去打這個關卡 那這樣大家拿到金幣會多一些 在打深淵的時候也一樣喔 有時候你會看到有些深淵關卡 會一次給三百萬有沒有 這時候如果你在 有工會提升10%金幣的時候去打的話呢 拿到的金幣數量是會提升的 尤其是在打那種金幣拿到超多的關卡的時候 一定要在工會有buff的時候去打 當然強化石禮包又回來啦 然後神器禮包也回來啦 好以上就是本次的更新資訊 如果大家覺得我影片有幫助 讓你記得按個讚 分享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各位再見 拜拜